叔叔今天不陪我做游戏了 他说他要去听快川之反派又黑话了 看来很有意思 我也要来听 第676集 小八继续道 推一步来讲 就算爷一步留神让他捅了你一刀 只要不是致命伤口 凭你拦人鱼强大的自我修复能力 一时半会儿也死不了的 顶多疼得哭爹叫娘 小八 你变了 要是你早点听爷的随便亲个人 先维持住你的双腿 而不是那么磨磨叽叽的非要去找魏昌 那你被歹徒挟持的时候就不会没有力气反抗了 不听神兽言吃亏在眼前呢 怪谁 怪我 清惯了盛世美颜 其他人我真下不了嘴 都是爷把你宠坏了 信不信下次我给你找个丑八怪 哎 哎 跪求不要我八爷 哎 南雪 你可能不知道 这个歹徒就是之前那个不小心 哎 洒了红酒的女佣 买凶的肯定是那个神经病女人 我提醒过你的 这女人得提防 哎呀 事实证明 提醒 没毛用啊 还是被人算计了 等等 让我捋一捋 哎哟 你不是说 秦老爷子被枪杀了吗 这起枪杀案 显然是跟绑架案一起策划发生的 你的意思是 秦文故人杀了 他 他老子 原世界就有这么一出 你被绑架 则是多出来的一出 以前总说你遇到的大boss变态 但人家好歹变态也有个底线嘛 而且好像只对你一个人变态 但这个女人 哎 已经不只是变态了 而是一个丧心病狂的疯子 南巡 过了好一会儿 才消化了秦文杀死他亲爸的事实 那秦老爷子的两个儿子 聪明啊 我的巡老姐姐 立马就联想到这儿了 人家当初只是一个十一岁的小丫头 谁会想到她伸上去呢 结果呢 大boss背了锅 就跟这次他故人杀他爸一样 谁会想到他身上 说不定还不是故人 而是他亲自动手 你确定秦文不是这个世界的大反派 谁说心肠最狠毒的就是大反派 画本子那些宅斗女人一个比一个狠 可也只是小喽啰嘛 原世界大boss最后检举之前 被检举之前 把秦文搞得很惨呢 他不好过也不会让害他的人好过 这就是他的内心 倒是现在的大boss 也不知道是不是遇到了 你这条无敌美人鱼的人故 多了几分柔情 我都怀疑之前考察 世界时看到的大boss是假的了 不行不行不行 放这样一个蛇蝎美人 在魏昌身边我不放心 小八 你赶紧看看 魏昌现在怎么样了 我失踪之后 他是不是很担心呢 小八无语了几秒钟 他妈的 都自身难保了还惦记大boss 人家是大boss 再担心再难过也死不了 等等 大boss黑化纸又涨了95了 一百不远了 黑化纸什么的 我已经放弃挽救了 也看了 大boss虽然疾风了 但理智的在第一时间 封锁了现场 又是找刑警 又是找武警的 如果现在不是晚上 也怀疑他连直升飞机 都能叫出来 哎呀 放心吧 大boss不仅没有急得晕倒 还比谁都理性 而且呢 他好像已经有点 怀疑秦文了 真是刁宝啊 也是因为 事先了解了 这个世界的剧情 所以知道秦文不是个好人 可大boss居然现在 就看出点端倪了 南巡嗷了一声 沉默了一会儿后 突然想起个事 哎呀 我的腿已经变成鱼尾了 这个女佣没看到吧 没有 还没完全转化的时候 就被她套带子了 她现在将你运到 继承非常著名的 死人浆边啊 知道为啥叫死人浆吗 因为很多道上的人 弄死人之后 就往这一头扔啊 所以将地全都是死人骨头 等等 这人该不会想将我沉浆吧 啊 对 是的呢 他已经帮了块大石头 系在麻袋上了 不及南巡有所动作 小巴立马到 哎 别动 千万别动 他那一根针下去 一般人这会儿醒不了 你继续装晕 也知道 你想用你锋利的指甲 划破麻袋出来 但是你考虑后果吗 嗯 你现在已经变回了人鱼 一出来就会被发现 除非你看掉它 否则被大boss以外的人 发现人鱼的存在 谁知道会引起怎样的后果 而且这人不简单 你在陆地上干掉他的把握有十分吗 没有的话你就乖乖的装晕吧 到时候他将你沉入江中之后 你再逃出来 哎呦 乖了大boss已经发现这女佣不对劲 凭他的能力 以后绝对能给你报仇 对话间 南巡感受到 那人突然将他抬了起来 下一刻 他身子腾空 扑通一声 砸入江中 随后 那拴在麻袋上的巨石 也砸落下来 带着它一直往下沉 南巡用指甲划破麻袋 出来后 自动切换为 人鱼呼吸模式 我去 小霸 这浆水也太浑浊了吧 全是泥沙 我什么都看不见了 啊 要是在这里边待上一天 我这只人鱼 绝对出问题 哎哟 你该庆幸她 是用这种办法杀你 好歹也是水 你先忍一会儿哈 那女人还在岸上瞅呢 这种人办事很谨慎 确定你不会浮上水面 她才会离开 过了大概十分钟 小巴才到 上岸吧 那女人走了 南巡浮出水面 一头漂亮的墨蓝长发 已经沾满了江里的泥沙 那身长裙也湿搭搭地 粘在身上 看起来狼狈不已 魏昌还在秦家别墅 这里离秦家别墅远吗 你觉得我用鱼尾蹭过去 得用多久啊 那你可死心了 用你这种走法 走一天都走不到 地下通道是两点一线 地面上的陆地 却是弯弯绕绕的楼房公路 一人一兽 齐齐沉默下来 既然我过不去 那我就等魏昌来找我 哎呀不是爷打击你 那通道太隐秘了 正常人真的找不到 大boss再聪明也是人 不是爷这样的神兽 小巴让我等等吧 说不定魏昌就找到了呢 是吗 希望你梦想成真啊 但是南巡浮 在天亮之前你必须离开这里 到了白天这里的船只很多 不能久待 这条死人江通向大海 凭你的速度 一个小时应该就能游过去 如果我发现 谁没有订阅关注 就把你们丢到大海里 去喂鱼